很多國的版本的漁版 然後阿美與盟典一開始來的時候是紙本 紙本掃描後 這個也是紙本 然後掃描後 用Ronnie寫的 就是當初是用判讀政治獻金的BTF 然後切豆腐 用香米去打Capture的方式 把它全部數位化 然後在教訓好多次之後 現在進入這個盟典 所以他其實是經過了一連串的群眾的分工 然後把它匯集在一起 然後現在有不同版本的阿美與詞典 就是好幾本 所以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下載看看 就是很多個團隊一起在三年中一起的貢獻 大家好我是格林 那我們這一組是圖四六歷史三海大平台 那今天的話我大概跟大家講說 我們到底是這個平台都來做什麼 那第二個部分說我們今天做了什麼 第三個部分說我們未來想要做什麼 好 第二個部分說我們是誰呢 就是剛剛大家講那個扑斯六嘛 他大概怎麼運用 給大家看很快demo一下 他網站其實打個樣子 然後你進去之後 按秀出照片 其實你就可以秀出說 比如說你從這邊打關鍵字 比如說 我老家在東市 台中的東市 然後你可以按搜尋 你可以看到說 東市其實過去有哪一些相關的資料 或者是蠔羽的照片 那比如說你點這張 2007年 0604的蠔羽 他自己可以看到說 你這樣照 他就是有人會上傳照片 那點這邊就直接看到相關的地理資訊 那就可以看到說 這附近其實有哪一些相關的 一些災害的訊息 好大概就這樣子 那我們其實這個TU16的大家平台呢 他其實也有個FB 他就是農耳會隨著果汁局的FB 那其實這邊就是TU16防災資訊網 那不過這邊就是官方做的FB 所以他目前的話 可能他大家會按讚 或分享 看到這個訊息其實比較少 所以我們這組也有差不多 好這個就是簡單自我介紹 他說我們這個平台到底做什麼 那第二部分說 我們今天做了什麼呢 我們今天做的成果 主要就是在我們的Hackpad上面 因為我們這組很 就很特別的話 我們這組完全沒有一個programmer 對那我們其實就完全是照 我們自己想到我們可以做什麼部分 那我們早上的話 只有上面這邊部分 現在有平台 然後到待解決問題這裡 就是鎮雨的提案 那我們今天下午就是大家參與之後 我們就把它歸納出幾個議題 那我們就可以想說 我們怎麼樣可以讓更多人知道啊 怎麼樣讓更多人上傳 那怎麼樣可以有一些更多的應用 以及我們未來可以有哪些相關的做法 對那我們後續的話 我們就是依照這些我們今天領出來的議題 然後進行合作 好所以簡單而言 我們未來想要做什麼 我們未來想要做部分主要有三點 第二部分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有這個網站了 那也有相關的SB 那我們怎麼樣可以 promote 這個相關的資訊 也更多人知道 因為我們覺得這些歷史的照片 其實是非常有意義的 那假如說 你可以去搜尋說 你自己住家附近 那有沒有一些相關的資料 對 或者是說 你新搬進來一個地方 那你可以看說 這附近有沒有相關的資料 那第二部分是說 我們就這個平台 那過去已經有 大概上傳了四千多張照片 這都還沒有做標記 對 那什麼叫沒有做標記呢 它意思就是說 比如像有這樣子 我們收到的照片 上面這三張 那上傳的人只有說 這是八卦山 可到底八卦山在哪邊 我們完全不知道 沒有一個概念 對 那所以我們就希望說 可以未來 是不是可以透過 比如說跟學校合作 那我們就 可能舉辦一個相關的競賽 那當學校 可能比如說 這個彰化線附近的學生 那他就可以到 那附近說 那其實可以問自己爸爸媽媽 或是阿公媽媽說 其實我們附近 就是過去有 可能有這樣子的 一個災害案件 那我們可以有一些相關的 一些註解 然後讓我們那四千多張的 不明的 很謎片 就是 就是謎的照片 就是可以讓他 歸納出來說 他未來他其實 他過去 沒有什麼樣的歷史 對 那我們希望說 可以做更好的見到 好 那第三個部分 就是說 我們未來這個網站 如果網站 就算是GOV的網站 不過在剛剛正宇他的頻道 說他未來可能會 就是open source出來 那所有相關資料 也就是open source 那我們會 希望說可以開發 open API 然後可以跟更多的 一些相關的 一些app 或者是科技廠商 如果跟他的作為做 對 好 那我們需要哪些人呢 我們第一個需要的話 假如是txt 你可以寫一些很有影響力的文案 因為我們其實發現很多照片 其實很有意義的 可是可能都沒有被選擇出來 那第二部分是programmer 我們希望說可以 剛剛講的說 開發那些相關的open API OK 這樣更多人可以更方便的解解 然後第三部分 如果你是設計師的話 歡迎可以來參考剛剛的網站 UIDUX可以把它轉變得更好 或者是把資料呈現你有更好的方式 也都歡迎跟我們一起做討論 那第三部分 如果你是沒有人 如果你是nobody的話 也歡迎跟我們一起來發想 可以有更多的應用 好 以上就這樣 謝謝大家